那么日本参议院通过了对首相的问责制的决议 等于是批评日本首相也填 那么但是这种问责制是没有法律效益的 但是他们日本普遍传媒认为 过去历史上每次问责制决议通过以后 一般首相最多再能干三个月就不行了 那么这也是这个独卖新闻对此做了报道 日本参议院通过另外一个叫什么呢 对中韩谴责中国和韩国的决议 主要是有过独岛和钓鱼岛的问题 那么议员强硬的批评中国和韩国是挑衅的 与此同时日本的媒体特别关注东风41型的四射成功 那么担忧了中国的导弹强大到无法的遏制的程度 那么大家知道东风41外面普遍认为 它的射程可以达到一万四千公里 那么就是说基本上半个地球 所有的地方都能达到 居然有人找到这么一张相片 东风41就在街上走普通路上休息 可能是这个驾驶员要下来方便方便这类的事情 居然被人们给照下相来 也一点没有保密的这个概念